你嫁 父亲听了以后松了口气 点头道 你嫁 确实最合适了 我是姜鱼 姜府最不受宠的大小姐 我母亲生我难产去世 父亲怪我命硬 自我小便不待见我 圣上只婚 九皇子既不受宠 又体弱多病 他舍不得任何一个女儿去受苦 但除了我 我忽然笑了 其实他说的没错 我还真的合适 因为嫁给九皇子 比留在家里舒服多了 不能嫁 大小姐和表少爷 还有婚约呢 奶娘护着我 恰巧 宋元进门来 他是父亲的续贤江夫人的辙 家境不好 但极有才华 他一进门 几位妹妹的目光 顿时含羞待怯地看着他 往年 宋元可没这么受人喜欢 这个家只有我带他最好 用我阅历贴补他 碗里多几块肉 也会分一半给他 父亲曾说过 带宋元高中后 让他来提亲 自此大家都默认 我和宋元有了婚约 包括我们自己 但今年却不同了 宋元高中黄榜成了新贵 前途无量 于是 三位妹妹都开始 有意无意地示好他 我本以为 宋元对我 就算没情也该感恩 便等着他来提亲 倒不是我多喜欢他 我只是单纯地想离开这里 而他正合适 直到前夜 我看到他与我二妹花钱相拥 互诉情谊 我方知道 他嫌我不得宠 没有看上我 我与大表妹是兄妹之情 谈婚论嫁 实在是不合适 宋元如是道 大家的表情都不意外 想必都知道 宋元和二妹的事了 无所谓了 我也没付出情 顶多过去的七年 少吃了几块肉罢了 婚事乃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二人什么都没有 哪来的婚约 父亲不约 是以我奶娘退下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今日便回了圣上 他走前叮嘱将夫人 给我准备出嫁的事 我悠悠往外走 身后有人喊我 于表妹 我有话和你说 宋元追着我而来 眼里满是愧疚 我看着他 挑了挑眉 孤障让我这么说的 他的话我不能不听 他垂着眼瞼 语调极是无辜 嗯 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 宋公子若没有别的事 便告辞吧 坊间传言 九皇子撑不过中秋节 宋元低声道 到时候我可以帮你假死去江南 我很快也会外放历练去江南 就能照顾你了 我扑痴笑了 这些话你和我二妹说出去吧 你我非亲非故 不必为我操心 宋元一正 吃惊地看着我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知道 我摆了白手 不想再多言 他却追着我解释 你别怪我 我虽喜欢你 可我们在一起 日子不会好过 朝堂官官相互结党抱团 我若娶了你 孤障不会帮我 而我娶了婉儿表妹 孤障就会真心培养我 我想到他第一年到江府的情景 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 坐在院子里和下人一起吃饭 单薄又卑微 我知道他先向其他几位妹妹示好 最后才来找的我 我不嫌他 对他正眼相待 我当他多少感念几分恩情 但显然 我高看他了 那就祝你能前程似锦 直上青云 圣上听说 我是自愿嫁给九皇子的 顿时龙心大悦 父亲得了赏赐 非常高兴 特意将我找来 训诫了几句 我恭敬听完 将我娘当年的嫁妆清单给他 让他全部给我 花用了的也得补齐了 父亲勃然大怒 骂我眼皮子浅 但他却不敢不顺着我 等了十七年 我终于拿到了属于我的东西 出嫁时 宋元站在门口 呢喃着喊了一句与表妹 语气透着怅然若失 我盖着红盖头 当然不会理他 进皇子府 圣旨随后便到 九皇子赵怀锦 七岁开府 如今二十岁 圣上终于给他封王了 封号锦 寓意如珠如玉 长胜不衰 双喜临门 王府张灯结彩 鞭炮震天 但喜房中 却寂静无声 我自己掀了盖头 一眼就看到了正靠在床头 韩笑看着我的赵怀锦 他很瘦 所以五官格外分明 眸光纯净 墨发如铺 气质似玉 身量很高 此刻这一身喜福 将他温润的气质添了几分浓墨重彩 不得不说一句 赵怀锦的容貌 是我十七年来 见过的人中 最上诚的 我很满意 虽说他身体不好 但这张脸 却令我赏心悦目 他与我微微一笑 亲切地问道 一路上可还顺利 声音也好听 如轻盈的玉珠滚落 似琴音低吟 可让人顺时平静下来 我自己拆了凤冠 在床边的屋子上落座 都很顺利 王爷今日可是疲累了 他摇了摇头 我一直躺着 怎么会累 他对我露出歉意之色 因我的身体 让你委屈了 我不委屈 但却没有想到 他会说这番体恤的话 王爷客气了 我是高架 怎会委屈 江 他顿了顿 我婊子怀紧 不知如何称呼你 江鱼 没有小字 王爷随意些便是 他微微汗手 沉默了一刻 江鱼 府中你随意走动 若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来找我 也可以去找汪公公 他又接着说 语调舒缓 如涓涓溪流 当然 你是这里的主人 不必拘泥 大小事 你若愿意 就自己做主 话落 他咳嗽了两声 面色便有些潮红 我倒了温茶递给他 他正了正看向我 轻轻道了一声谢 他喝茶动作斯文 垂眸时长长的睫毛 落下淡淡的暗影 像溢碎的白瓷 如玉如蓝如神奇 不过如此吧 江鱼 他停下来继续说话 我可能时日不多 但你也不必担忧 我死前必定给你安顿好 保你半生无忧 我是惊喜的 在江府里 我可不能随意走动 更不提大小事做主了 他说我是这里的主人 我当然不能当真 但却莫名相信他的诚意 这门婚事目前看 我极满意 我想了想 问他 那我能为王爷做什么呢 他谦谦君子 我不能理所应当 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就当礼尚往来人情回赠 主持中愧 料理数物 亦或为您留下一儿半女 我认真的问他 他惊讶地看着我 脸墨地红了 他说不用 我不解地看着他 想知道他拒绝的是哪个 磕磕 他以全底唇 从面上到耳间 都透着薄红 低声道 我命不久矣 留下孩子 只会让他们活得困苦 他顿了顿 逐渐平静 耳后抬眸静静看着我 江鱼 我也不想拖累你 我想告诉他 我已经做好了守寡的准备 更不会再假 所以后半生 若有孩子陪伴 我很乐意 但显然他不愿意 他大约是觉得内疚 又补充道 不然 王府的中愧交给你可好 就是会有些累 我笑着摇了摇头 王爷相信我就行 他道了一声好 便立刻让管事进来 约了三日后 让我接手 说了许久的话 他撑不住 便昏昏睡了 我回到自己单独的房间 才知道赵怀锦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和我远房 他的病确实很严重 我找了压在箱底的白布 踩着衣服打发时间 奶娘猜测 赵怀锦可能因为身体 不能远房 不必揣夺 他是不行还是不愿 并不重要 奶娘却劝我再试试 怎么也要留下一儿半女 我打了个哈欠 本以为 这夜我会毫无睡意 但躺下来后 被松软的床垫 清香的锦被裹着 我立刻睡着了 一觉到天明 不冷不热温暖舒适 再也不怕半夜下雨 雨水混着碎泥瓦片 将我砸醒 上午去了皇宫 圣上在忙 只有皇后见了我 敷衍地赏了我意味 一枚玉浊 离开的时候 我听到内侍们 悄悄地聊天 圣上和皇后这样冷落 还以为锦王妃会闹 没成想 也是软弱的 想闹也没底气啊 这个封号 也就单个名罢了 汪公公气得 想回去骂人 我拦住了他 他们说的也没错 公公别恼 我淡淡地道 赵怀锦竟也点头附和 确实如此 汪公公看着我们 顿时哭笑不得 我和赵怀锦对视一眼 竟一起笑了起来 闹是谁不会 可闹了得知道 能拿到什么好处才行 否则 这功夫 岂不是白下了 出拳很是必须的 但准 却更重要 赵怀锦看着我 眼底晕着惊讶 第二天回门更随意了 我本不想累着赵怀锦一起 他却执意要给我撑面子 进了江府 姐妹亲戚都在等 他们见到赵怀锦 都是一副惊为天人的表情 看他们跪了一地行李 我心情更舒畅了 辛苦王爷了 我扶着他上车 他身体一僵 随即又软和下来 是我该做的 不必和我客气 还是要谢谢 毕竟 凭我自己 再怎么努力 也不能让我父亲跪我 这一点 赵怀锦占据了天然的优势 王府的中会 比我想的事情要多 府外的人情往来暂时不提 就是府内各处的账 就够忙一段的 这账看着清楚 可但凡礼一礼 就都是乱麻 我看完账簿 和汪公公道 可有必记处 若是没有 我可就要动手了 汪公公惊讶地看着我 大概是好奇 我要怎么动手 他说没有必记 让我自己做主 于是我就没客气 隔天就拿着账簿 挨个见管事 外院的采买我细细看了 每个月递增十两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小伎俩 也就王府美女人管 让他们明目张胆地钻空子 对方不认 胡扯了一通 您不经手所以不懂 外头的东西 越越都涨价 是吗 我将我收到的价格丢给他 我买一斤肉是四十文 你买四十斤 却是每斤五十文 怎么涨的 你告诉我 我帮你出头 这天王府很热闹 劈里啪啦打板子的声音 此起彼伏 用晚膳的时候 我将这时说过赵怀锦听 他竟笑了起来 可有成效 他问我 当然有 我往他身边靠了靠 低声道 我不是一刀切 而是按摊的钱和态度来决定的 赵怀锦认可地点了点头 赏罚分明 有迹可循 这样做 他们恨不了你 也摸清楚你的规矩 以后刑事就会照着规矩来 甚好 多谢王爷肯定 我和他碰了碰碑 他浅笑 你辛苦了 应该的 我含笑道 半个月后 王府的钟馈 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了 八月的时候 赵怀锦亲自将府外的树物 也给我管 他名下的铺子 田庄以及茶园果园 零零碎碎碎不多 但也不少 王爷相信您 不过您也别太累了 有些事不必这么较真 奶娘倒心疼我了 帮别人做事 怎么能偷懒 我打着算盘 头也没抬 这就譬如馆子里的掌柜 厨子 拿了东家的心缝 就要做好手里的事 我住在这里 得到了想要的生活 我就要力所能及地回报他 奶娘推了推我 忙冲着门口喊了一声 王爷 我迎到门口 扶着他的胳膊 怎么起来了 可是有事拆遣我 他静静地深看我一眼 随即平和下来 轻声道 实地的儿子满月 要我们赴宴 不过也没什么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我可以去 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我请他坐下 要准备什么礼吗 他捧着我寄的帐簿看着 而后又惊讶地看着我 什么 要准备什么礼吗 我再问道 他点头 客气地道 那劳嫁你了 瑞王比赵怀锦小一岁 但十一岁开府时 就有了封号 瑞王府复利堂皇 和锦王府一比 我们算是小门小户了 满月的孩子很可爱 我打亮了几眼 和女眷们闲聊着 忽然听到那边亭子里 几位王爷正在说笑 隐约听着 他们在拿赵怀锦调侃 赵怀锦也不恼 始终从容硬着 无悲无喜 我往那边走 正听瑞王在说药的事 那要好用 保你一夜七次不在话下 几个兄弟哄堂大笑 赵怀锦的表情本来无所谓 但看到我进来 他脸色沉了沉 和瑞王道 莫要胡说 莫要胡说 瑞王却不依不饶 什么药 我装作好奇地问道 赵怀锦怕我难堪 握住了我的手 摇头让我不要问 瑞王却不依不饶 毕竟他自小就习惯了 戏弄多病不得宠的酒歌 一夜七次 饱生儿子的密药 嘻嘻他一脸细血地道 我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挽住了赵怀锦的胳膊 王爷 这要我们能要 别人说我不信 可实地生了三个儿子了 可信度高 我说完 轻轻捏了捏赵怀锦的手 他的手指纤细修长 但却很凉 我下意识地给他暖着 赵怀锦带着笑意的眼睛 浅浅看着我们娇卧的手 亭子里突然安静 瑞王的脸疼一下红了 他难堪地道 我又没病 用不着吃药 我余光扫了一眼太子 又懵懂地回瑞王的话 原来如此 那实地厉害了 三个儿子傍身 信心都足了 我这话说给太子听的 太子就一个儿子 可比不过瑞王 所以他喝着茶 脸色便不大好看 我牵着赵怀锦的手起身 风大了 王爷我们回家吧 这种应酬没必要 赵怀锦含笑看着我 应景地咳嗽了两声 汗手道 好 九哥 待会儿我让人将要给你送去 瑞王跟着喊道 还有 你这王妃太泼辣 休了便吧 赵怀锦停下 静静看着瑞王 不知道为什么 他目光明明一如既往的平和 但我却在某一瞬 看到了寒意 但只是一瞬 他又恢复了平和 我想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 我和赵怀锦一起回了王府 路上他没说话 稍后 药还真的送来了 一罐子煎好的药 瑞王贴身大管事端着 等着赵怀锦 等我回到房里 赵怀锦已经喝完了 我本想骂瑞王府大管事 但下一刻赵怀锦就开始吐血 有毒 汪公公喊着 立刻让人将瑞王府大管事扣住 毒害王爷 姿势体大 所以我没忍去宫中闹完了 又去了太子府 殿下 锦王提起温和 往日调侃都是无伤大雅的事 但这次是下毒 人命关天 您若不管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遣人去杀了瑞王 太子惊骇地看着我 我就是要让太子表态 没道理 他们四个兄弟团结和睦 却毒牌赵怀锦 要不好 那大家都不要好过 回府后 御医已经走了 说毒性不强 本不致命 但奈何赵怀锦身体弱 依旧十分危险 赵怀锦躺在床上 面色发白 毫无血色 我沉声道 若你去了 这个仇我帮你报 话落 我竟然察觉到 她的手指动了动 我喊了她几声 她却没了反应 王爷不知道 能不能熬过这关 奶娘一直在哭 大小街 您的命太苦了 我倒没有奶娘的感慨 毕竟我已早做好了 手寡的准备 晋人士听天命 赵怀锦三天没醒 太子参奏锐王 他一带头 满朝都是参锐王的折子 锐王因谋害锦王 被打了一百鞭子 降为二字王 赶去了西北的封地 他走前冲进了锦王府 有事吗 我问他 你告诉九哥 他一无是处 我杀谁都不会杀他 没好处的是 我不会做 锐王道 我点了点头 如果真不是你 那下毒的人就一是二鸟 几年走了你 又毒死了锦王 我冷声道 锐王目自欲裂 我知道是谁 我不会放过他的 他生怒而去 这时 如果是赵怀锦的苦肉计 就好了 无需亲自动手 就除掉了锐王 还顺便给另一位王爷 恕了敌 可惜 赵怀锦太单纯了 我有时都会奇怪 皇室怎么会养出 这么干净 纯粹的皇子 我让人开始准备灵堂 御医说 赵怀锦随时会走 夜里我也睡不着 于是坐在床边陪着 这几天天气又有点热 我换了轻薄的白色布料 熬了两天 赵怀锦没死 我却撑不住了 早上醒来时 自己居然躺在他身边 但我却完全不记得 怎么上了床 第二夜 我做了个梦 在梦中赵怀锦去世了 我料理好他的后事 搬出了王府 住在一个干净安静的小院中 晒着太阳看着书 那份自由惬意书事 让我从梦中笑醒了 一睁眼 正对上赵怀锦含笑的眼睛 他手臂枕着头 并没有臂记和生气 我睡在他身边的意思 反而笑问我 夫人做了什么梦 笑得这么高兴 我正了正 有些心虚地咳嗽了一声 梦到王爷醒了 所以高兴 没想到你真的醒了 真是天大的喜事 他却扬了扬眉梢 视线落在我搭在椅背上 刚做好的校服上 闲着无事 随手做的 我指了指校服解释 还没染色 明染个桃粉去 赵怀锦忽然笑了起来 夫人穿什么都好看 他道 我借口找大夫来 慌乱地下床走了 出去立刻让人收了 丧事物品 等回了房里洗漱 我才后知后觉想起来 他没有喊我将鱼 而是换我夫人 为什么换夫人了 王爷逢兄话急 福气无边 奶娘最高兴 因为我不用守寡了 我有些为难地 看着十几套校服 看样子 赵怀锦是熬过了这一关 连御医都惊讶地说是 吉人天下 没敢把功劳揽在身上 我只能默默地将校服 押回乡底 赵怀锦要去宫中谢恩 我昨天见他气色还不错 但今天早上起来 居然又苍白几分 能走吗 我问他 能撑一撑 不过路上可能要劳烦夫人 掺着我些 他满寒欠一地道 没事 我应该做的 我扶着他上了马车 给他搭上毯子 马车颠簸起来 他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 要是不介意 靠在我肩头也行 我担忧地道 行吗 他问我 他徐徐将头靠在我右肩 我左手便环过去扶着他 夫人累不累 他问我 我摇头 不累 应该做的 他轻恩了一声 进宫后 圣上见了他 还亲自喊御医来询问 瑞王的母妃来时 气势汹汹 可看到赵怀锦 吊着一口气的样子 他又泄了气 赵怀锦太无辜了 这一次 圣上赏了不少东西 出宫的时候 见到了太子 我的是给太子添麻烦了 赵怀锦道 我也没惯实地 他从小闹着习惯了 太子摆了摆手 你就是太人厚了 才养得他无法无天 赵怀锦面露尴尬地笑了笑 太子看着他 一副怒其不争的表情 摇了摇头走了 我牵着赵怀锦的手 半扶着他 回头看了一眼太子 圣上生了十六个儿子 但活下来并成年的 只有五位 太子是嫡长子 在他之下 有行三的锦王 行六的宁王 以及行九和行十锦王 和瑞王 瑞王怀疑给赵怀锦下毒的人 是宁王 回去的车扑上了褥子 赵怀锦强撑着不躺 我扶着他道 颠簸起来是不大舒服 你的头枕着我的腿也行 可以吗 他问道 没事 我应该的 我道 他大约是真的撑不住了 也没有客气 但头真的落在我腿上时 马车里的气氛 忽然就变得有些微妙 我的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 夫人 他忽然出声 我应了问道 怎么 是哪里不舒服吗 他抬眸看向我 我也低头看着他 夫人喜欢什么 我一顿 爱好吗 颜色 配饰 饮食喜好 他罗列了很多 我对身外之物要求不高 随意道 喜欢浅色吧 配饰倒无所谓 平日里带的也不多 至于饮食 我不挑的 我说话时 他一直看着我 很认真的在听 他看人的目光极其专注 若是现在其中 就会有一种 他的眼中有你 且只有你的错觉 于是我错开了视线 浅色的 他重复了一句 若有所思 我记得库房有江南来的布料 夫人肯定喜欢 我没客气 并倒了谢 他说得随意 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料子 毕竟过去十多年 他府中并没有女子 可东西送来的时候 我着实惊了一下 十二匹布料 各式各样的浅色 且都很珍贵 头饰从金到玉 从繁复华丽到青丽绣雅 摆满了一张罗汉床 我错愕地看着他 柯柯 他眼底划过笑意 存了很久 得亏有你 他们才能重见天日 我哭笑不得 我以为赵怀锦不富裕 毕竟他不得宠 又没当差 只靠府中那些产业 应该只能度日 现在看来 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拮据 睡前 我在我的嫁妆里 寻了一匹男子的布料 想给他做件秋天的长挂 便捧着布料去找他 刚出院子 便听到隔墙汪公公 在低声训谁 去交代清楚 娘娘下午得的 十二匹料子和头饰 铺子里都不许再卖 若叫娘娘知道是现买的 拆了你的骨头 一忙就忘了 现在就去 娘娘她不出门 肯定不会知道的 汪公公没接这话 顿了顿又殉道 半是机灵点 咱家要是打板子 也先让你屁股开花 小内侍嬉嬉笑着 喊着师父息怒 两人渐行渐远 我试图去理解 赵怀锦为什么要给我买东西 是因为歉疚吗 她身体不好 又不能给我留下子嗣 心地善良的她 对我存了愧疚 但我想告诉她 她并不欠我的 人与人的情意 最没定数 所以不付出便没有失望 不索取便无需愧疚 但我还是在院中占了许久 说不清为什么 许久之后 我重重叹了口气 还是去找她 这样的蓝 不知王爷可喜欢 她原是躺着的 这会儿坐了起来 看着布料扬起了煤烧 给我的 嗯 我没提方才的事 只当不知道 王爷若是不嫌弃 我想给你做身衣裳 亲自做吗 她问道 我点了点头 我做衣服的手艺 还是可以的 往年我都会和奶娘 在成衣铺子接着活作 赚点银子贴补 不嫌弃 她下了床 站在我面前 面颊微红 要两尺寸 我正了正 其实不用两尺寸 我去找府中 绣娘拿就行了 那你等一等 我回去拿软尺来 她笑着 辛苦你了 我回来的时候 她脱了外衣 穿着薄薄的中衣 正看着布料出神 她身形很好 虽瘦可看着并不弱 很是挺拔鹰尾 我收回了目光 给她量尺寸 王爷在想什么 我停问她 秋天来了吗 她语气有些怅然 我点着脚 给她量肩膀 随口回道 是啊 中秋节还没到 夜里就感觉到凉意了 她嗡了一声 难怪夜里会觉得冷 冷吗 我抬头看着她 要不要给你加床被子 她摇了摇头 被子已经很厚了 在家就要会压着难受 她皱了皱眉 无奈地道 算了吧 我朝她床上看了一眼 前几天我睡的时候 倒没觉得被子薄 她身体差 可能和我感受不同 问题总要解决的 若是不愿意盖得多 那再扑一些 我问她 我还着她的腰 正凑近了看数字 忽然一抬头 就对上她的眼睛 我心头一正 她看着我微微笑着 我觉得她的笑容 似有深意 便后退了几步 她仿佛对我的反应 没有觉察 只淡淡问道 夫人的衣服 要几天能做好 是我的错觉 我回到 三天行不行 她笑着点头 行 那我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我捧着布料出门 她送我到门外 月色清亮 如荧光披萨而下 很美 她随着我出来 外面凉 没事 我送你回院子就回来 不会生病的 她步子不快 十几步的路 我们用了比平日 多三倍的时间 等我到了 又不放心 她一个人回去 又只得送她 回来时 我忽然笑了起来 觉得这样 你来我往的送 有些幼稚 而我 竟后知后觉的 才察觉 衣服做好后 照怀紧就穿上了 今天有些热 要不要换薄一些的 我怕冷 这厚度刚刚好 她辅了辅一摆 很满意地站在镜子前 夫人的手真巧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 怎么了 她微微弯腰 与我平视脚 身体不舒服吗 我摇了摇头 给她倒茶 顺便转移了话题 我听说 圣上接见了一位方树士 能掐会算 还会修炼仙丹 姓马 说是海外来客 本是多大我倒 还没见识过 她随口回道 我觉得方树士这种人 有些玄乎 圣上今年才四十六 就要开始修仙修道了吗 中秋节那天 赵怀锦依旧穿的是 我做的那件衣服 我们先去的宫中 太子不在 圣上正由晋王 以及马道长陪着在说话 晋王为人疑心很重 与他说话得绕着说 马道长是晋王引荐的 回来时 我宁没道 那他做得也太明显了 不顾忌太子吗 此事 晋王做得不够高明 我本是随口一问 但赵怀锦却很有兴致 怎么说 我正倒查的手一顿 笑问他 可以随便说吗 他扁头 就我们二人 当然 我含笑道 其实 从我的角度想 关于马道长 最好的安排 其实和你有关 嗯 他顿了顿 我想 马道长和你是旧时 你设局让他认识了晋王 而后 晋王将他引荐给了圣上 晋王 晋王因此得宠 如虎添翼 和太子更斗的旗鼓相当 难分难舍 照怀锦喝茶的动作停下来 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不管结局是什么 对你来说都是力 我说玩笑看着他 有意思 他深看我一眼 这个力还真不小 我点了点头 不过 我知道你没心力做这些 也无心朝堂事 只是我们闲聊 王爷全当笑话 你是如何想到这些的 他非但没觉得 我扯的是闲天 反而眼底露出毫不掩饰的心上 我有些意外 也不禁休难 我哪懂这些朝堂事 胡思乱想罢了 照怀锦倾笑 摇了摇头 你很有见解 我一愣 心里呼声了一些奇怪的感觉 说不清是什么 但那感觉却渐渐清晰起来 谋敌之征晋王乐此不疲 当然 事到如今 就算他想退 他外加以及朝堂的势力 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照怀锦喝着茶 眉眼微垂 语调淡淡的 让人捉摸不透 你的意思是 就算他引荐 马道长给圣上的 是做得直白 他也不怕 我琢磨了他话中的意思 晋王有足够的实力 根本不怕被人看出来 照怀锦微微汗手 欣慰地道 夫人聪慧 我摇头失笑 王爷连着夸我 倒让我心虚了 他玩儿 忽然也凑近了我 低声问道 我若谋敌 夫人可会怕 我一正 心头一跳 先是认为 他的话是真的 可转念想过 这几个月 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几乎没分开过 他哪有时间谋敌 我松了口气 笑着道 这有什么怕的 想做就做 赢了就是万人之上 输了不过一死 赵怀锦定定地看着我 忽然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柔声道 夫人实乃金国豪杰 我错愕 也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 相处几个月 我和赵怀锦很融洽 家常里短 田庄铺子 朝堂暗勇 都是我们的话题 我常想 他身体若好好的 我们就这样相处着 虽不比手寡后的安静惬意 但也很好 朝堂上 马道长的是 和我想的有出入 但事情发展的方向 却和我想的一样 圣上让秦将军 接管了漠北的兵权 他不是晋王的舅舅吗 隔了几日 用晚膳的时候 汪公公说起朝堂的事 是 汪公公义愤填应道 圣上现在 整日和马道长 研究那修仙之术 对马道长和晋王 可谓宠得没边了 我挑了挑眉 看向赵怀锦 赵怀锦给我盛汤 含笑道 夫人想说什么 尽管说 王爷 若我们家彻底不参与 就要一直中立 以免将来胜者 与我们秋后算账 我笑道 我们家 他挑了挑眉 眼底的笑翻涌着浮现眼角 我不解 他在高兴什么 好 听夫人的 他含笑道 这一天 我正和赵怀锦 在府中下棋 太子不请自来 太子看着我们的棋盘 雨带羡慕 还是久地自在 一盘棋号一个时辰 王妃棋义和我不相上下 这盘棋胶着了两个时辰了 赵怀锦 仿若不懂太子的意思 天真的问道 皇兄可有 结我困局的妙招 太子摆着手 苦笑道 我可没有你这 闲情雅致 你来 我有话问你 太子示意赵怀锦 和他换地方说话 你看 这其赵怀锦一脸为难 舍不得走的样子 要不在这里说 王妃不是外人 太子皱紧了眉头 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走的样子 他只好坐下来 开门见山地道 姑看你近日身体越来越好了 所以 都是王妃照顾得好 赵怀锦接着太子一半的话 顺口就夸我 我当然领会了他的意思 便笑道 王爷谬赞了 妾身只是做分内的事 太子眉头拧得更紧了 墨北连降了十天的雪 眼见雪灾就在眼前 九弟 这是大事 别人我不放心 你去一趟吧 赵怀锦指着我落的旗 夫人 我想毁旗 说着 他拿了颗旗走 我拍了他的手 王爷 下旗旗有毁旗的道理 快放回来 就一步 他道 一步也不行 我道 试了试了 就听夫人的 他无奈地将其放回来 这才抬头问太子 皇兄刚才说什么 太子蹭地一下站起来 恼了 你看看 你现在什么样子 以前身子不行 当然要养着 可现在身体好了些 你却依旧不思进去 别人都说你这王妃娶得好 让你身体渐渐好起来 以孤看 你这王妃实在该休了 九弟 美色雾事是祸水 我挑了挑眉 难道在外人看来 我靠美色祸了赵怀锦 这角度倒是新奇 我从未听过 我没什么感觉 但赵怀锦却沉了脸 淡淡地道 皇兄如果无事便回吧 我身体不好 就不远送了 你 太子像是憋酒了 怒指着他 又过来指着我 你这蠢顿妇人 赵怀锦忽然掀了棋盘 冷声道 来人 送太子 太子大约没见过 赵怀锦发脾气 着实惊了一下 太子走后 赵怀锦沉默坐着 手里捏着一枚棋 许久没说话 但周身却透着我 从未见过的灵力 我试探地喊他 王爷 嗯 他周身的气息一散 抬眸看着我 都是莫须有的话 夫人别介意 我不介意 但他刚才的反应 让我始料未及 因为太子说我蠢顿 所以他生气了吗 我有些意外 猜不透他的想法 不过 就在刚才 我原先 那模糊的感觉 又清晰了一些 我想到 圣上先后生了十二个儿子 却只活了五个 可见当年后宫斗争的局面之惨烈 而这活下来的五人 太子是皇后所出 其余三位皇子的母妃和外家 在后宫和朝堂的势力 都十分雄厚 唯独赵怀锦 没有母妃注意 更没有外家帮扶 后宫群廊环似 危险无处不在 赵怀锦能活到今天 确实令人称奇 我慢慢捡着棋子 一点点地捋着 太子闹完后 没再来过 但晋王却来了一次 也是闹得不算愉快 他愤愤而去 两虎相斗 不问朝室的锦王 居然也成了 他们争取支持的重心 看来 这一场争夺 很快就会有胜负之分了 又隔了七八日 赵怀锦忽然问我 过些日子 父皇要去南山东烈 你可想去看看 闻言 我抬头看着他 打亮他脸上的表情 然后点了点头 一定很有意思吧 那就去看看 好 他到 但临出门前 赵怀锦的病情又加重了 他咳了几页 药量也加重了一些 睡前的药 汪公公一定让我送 我手里还有不少事 便有些迟疑 让我奶娘送去可好 也就送个药 并不打紧的吧 这可不行 老人家年纪大了 手脚不稳 泼了洒了岂不可惜 汪公公一本正经地和我道 这要每一位都极珍贵 还是娘娘送合适 这话我没法信 奶娘不行 我房里还有年轻的丫鬟 送药还非我不可 再说 上回药里下毒的事 您不记得了 汪公公道 您别说了 我送 我叹了口气 心到你站在我这里 磨了这么长时间 可见是很闲 你要去送 不说是书房 便是黄公也回来了 我敲开门 赵怀锦正坐桌前 调一方印章 见我来含笑道 怎么你来了 我是不想来 可耐不住汪公公威言耸听 要来了 王爷趁热喝 他摁了一声 头也不抬地道 我手脏 你且先放在边上 我皱了皱眉 这桌上 你打磨得灰正飞着 落在药里就脏了 这 他为难地看着我 我迟疑地问他 要不 你去洗手 他摇头 这印章做成钱 碰不得潮 一块石头 为何碰不得潮 我也不懂 不敢乱说 那 我喂你 总不会真让我喂吧 那 麻烦你了 他转了身子 面对着我 满面期待之色 我顿住 心里十分错愕 总觉得赵怀锦 慢慢地变得有些奇怪 一勺药送去 他乖乖吃了 冲着我笑了笑 要甜吗 我问他 笑得这么开心 甜的 他眼睛微微弯着 显然是高兴得很 我不懂 吃个药怎么还开心了 王爷吃了药 早些睡吧 他不大乐意地 应了一声 含着药 纸了纸印章 夫人可喜欢 这块鸡血石 我看了一眼 没什么感觉 但还是顺着 他的话说 喜欢的 他又高兴起来 带我放下碗 准备回去的时候 他拍了拍身边的椅子 夫人坐这里 帮我递东西吧 我忙着疼不开手 我手里的事 还没做完 东西就在他手边 怎么就疼不开了 哦 我坐他边上发呆 赵怀锦 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行云流水 赏心悦目的 他依旧是温润 端方的君子 可君子的话 着实不少 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呢 我竟一直没有察觉 今天才深切体会到 东烈是每年都有的 但赵怀锦 却是第一次去 南山猎场不远 行了一日的路 晚上就到了 行宫不算大 等到了后 我便犯了难 因为给我们 安排的院子极小 只有一个正经的卧室 我睡软踏 夜里 行宫很热闹 我们陪着圣上 用了晚膳 还看了歌舞 回来的时候 已尽害时 赵怀锦裹着被子 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王爷冷吗 我坐起来看着他 夫人不冷吗 他皱着眉 显然是冷得很了 我想说不冷 但以我对赵怀锦的了解 他后面还会有话说 果然 他道 夫人要是不介意 我们两床被子叠着盖 或许会暖和一些 磕磕 只怕冻一夜 明日我病情又要加重一些 我下意识地揉了揉眉心 抱着被子去了 赵怀锦越来越奇怪了 七头躺下 身边的人很温暖 夜色浓得化不开 只有他近在咫尺清浅的呼吸声 我翻了个身 背对着他 夫人有没有觉得暖和一些 他柔声问我 我一直就没觉得冷 我反问他 王爷觉得呢 暖和多了 他轻声道 得亏有夫人在 我又揉了揉眉心 王爷 我有些忍不住 转身看着他 王爷想让我给你留子嗣了吗 成亲五个月 我初心不改 他只要同意 我愿意为他留下子嗣 他定定地看着我 目光细细地 划过我脸上每一寸 过了许久 他咳嗽了两声 若我能熬到明年夏天 再与夫人商讨此事可好 明年夏天 那还有七个月 我点了点头 同意了 不过 他不想让我留子嗣 又为什么这么奇怪 睡吧 他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一愣 才发现 他的手不知道 何时落在被子外 圈着我在怀 这样暖和些 他淡淡地说完 合上了眼睛 夫人睡吧 明日还要早起 我皱了皱眉 闭眼睡了 早上醒来 我在他的怀里 待我洗漱好 他已经醒了 看着我笑道 夫人何时醒的 睡得可好 我睡得可以 王爷呢 是不是不习惯 我问他 没有 我睡得很沉 他道 我看着他 微有些发青的眼圈 挑了挑眉 上午大家一去猎场 皇室里的王爷 郡王们 挤挤一堂 一声裸响 由太子和晋王各自领队 两队人分别冲进猎场 我在帐中喝茶 赵怀锦兴致不错 在帮我烤栗子 我刚吃了一个栗子 外面忽然有人喊他 随即帘子掀开 进来一位十分明艳的女子 女子约莫十七八岁 穿着大红的骑马裤裙 发际梳得高高的 手里拿着马鞭 走进来时 像是一朵艳丽的花 九哥 他摇着马鞭 大刀阔斧地 在我们对面坐下来 挑起眉梢 说话时眉飞色舞 热闹得很 我又回来了 赵怀锦看着对方 微微一笑 女子拖着凳子 坐在赵怀锦身边 缓住了赵怀锦的胳膊 你没死真的太好了 我这次回来 给你带来了千年的人生 大夫说你吃最好了 赵怀锦不动声色地 推开了她的手 又转过来给我介绍 夫人 这位是淮南王府的 常义郡主 原来她就是宋潇潇 淮南王在德宗时 立了大功 被封了爵位 到这一代已是第三代 宋潇潇从小在京城长大 和几位皇子都很熟悉 原先还有人戏说过 她将来可能会做瑞王妃 或是宁王妃 倒没听说她和赵怀锦关系好 介绍完 宋潇潇打量着我 挑起英气的长眉 是你 她想到什么 指着我问赵怀锦 这不是那天在法华寺骂方丈的 那个人 赵怀锦低声道 不是 你记错了 我有些意外 我确实在法华寺骂人了 今年元宵节后 我去给母亲续油钱 却不料灯被人熄了 我当时恼了 指着方丈骂了许久 最后方丈和我道了歉 但我没续灯 难道那天庙中还有别人 我记错了 宋潇潇也不确定 她不再提 又去挽赵怀锦的胳膊 九哥 我们去打猎好不好 我奇异不惊 赵怀锦起身 给她倒了杯茶 让她捧着 我想笑 便低头吃栗子 我惊啊 你坐我前面 宋潇潇想去拉赵怀锦的手 但奈何手里有茶 只得作罢 我现在剑法又有精进 你来过过目 赵怀锦看向我 郡主盛情 王爷去吧 我浅浅笑着 赵怀锦呼一过来 在我耳边道 今日风大 我病着呢 你怎么能让我去 我看着她 她冲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扑痴笑了起来 这一瞬 她像个孩子 不愿意出去 还让我来拒绝 我只好对宋潇潇道 多谢郡主盛情了 我家王爷正病着 不宜吹风 改日可好 宋潇潇错愕地看着赵怀锦 九哥 你 我听我家夫人的赵怀锦含笑道 她倒是看上去 对我的管制还挺受用的 九哥 你成亲后怎么不一样了 宋潇潇皱着眉头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赵怀锦一副没听懂话里的意思 还给宋潇潇传授经验 你也早些成亲 成亲后就会不一样 宋潇潇看看我 又看看赵怀锦 放了茶中就走了 我咬着栗子 似笑非笑地看着赵怀锦 王爷何必呢 其社没意思 赵怀锦漫不经心地道 还是和夫人待在这里 轰着火舒服 我笑着天头看着她 她拨弄着探 声音仿似远处传来的 透着些博淡的虚妙和弱失 倒是夫人 怎地同意得那么爽快 我不该同意吗 知道了 往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她深看我一眼 叹了口气 好似又不大高兴了 王爷 汪公公进来 压着声音道 太子那边少了两个人 圣上让您去顶上 我一正 惊讶地道 让王爷去 汪公公一脸郑重地点头 金口御令 我就去把赵怀锦 递给我一颗热乎乎的栗子 夫人不必担心 我很快就回来 我还是担心 她说她不善其设 那茫茫的树林 鸡血挨挨 危险无处不在 夫人在担心我 她忽然问道 我肯定担心她呀 这话问得莫名其妙 她笑了起来 那你多带些人 我叮嘱到 她点头 回头看我一眼出门而去 赵怀锦是沉石走的 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时辰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外面传来马蹄声 是晋王他们回来了 太子和王爷还没回来 我问汪公公 让人去找了吗 汪公公看看天气 低声道 让人去找了 看样子 一会儿要下暴雪 半个时辰后 他们还没有回来 但雪却越下越大 迷蒙着视野不清 天地像遮了一块厚重的木布 去找的人回来了一趟 又带着更多的人走了 宋萧萧来了一趟 质问我 你怎么不拦着 黄命难为 我回到 你真是 她要出事 你就守寡一辈子吧 宋萧萧跺脚 我去找她 你去不去 我摇了摇头 我却没用 若在林子里迷路 还多添了麻烦 但我心中 还是有些后悔 方才应该拦着的 圣上也奇怪 怎么会让赵怀锦去 难道圣上 也借此机会 让他们兄弟相处 让赵怀锦帮太子 打压晋王 这太荒唐了 他白对你好了 宋萧萧甩着马鞭 怒气冲冲地 骑马进了林子 一个时辰后 他一身是血地 被人抬了回来 他在林子里遇到了熊 后背被拍了 听说血肉模糊 若非被寻人的一对遇到 怕是命都保不住 我撑着伞站在帐外 飞压压的林子里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么冷 便是什么都不做 只待着 就已十分难熬 时间越来越迟 人依旧没有找到 太子府出动了许多人 连晋王也带着人再次去了 圣上大发雷霆 说要调配兵马去 我们可有人用 我问汪公公 没有 王妃要去 汪公公问我 算了 我宁没到 我就在这里等 汪公公失望地点了点头 这一夜 我窝在火炉边 下半夜的时候 我做了个梦 梦中 我在雪地里找到了赵怀锦 他满身是血 笑着和我道歉 画面转过 我已守了寡 依旧坐在幽静的院中 但这次没有太阳 倒是雪下个不停 醒来十天已经亮了 我心中愈加不安 王公公裹着冷风进来 我站了起来 找到了吗 他脸色急沉地点了点头 怎么了 我扶着椅背 王公公低声道 太子死了 我脑中嗡的一声 那王爷呢 王爷是被抬回来的 还吊着口气 王公公哭着道 御医在看 我跑着去了隔壁 里面很多御医 圣上像一头老太龙中的狮子 正在焦躁地夺着步子 昨日还乌黑的头发 今日已成了花白 他们再全力就赵怀锦 太子死了 陪着太子进去的十九个人 除了赵怀锦 全部死了 怎么样 圣上吼道 太医院的院政扑通跪下来 声音发抖 王爷身体本就雷弱 现在受了两处见伤 还动了一夜 怕是 怕是个难关啊 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 第二日 御驾回宫 同行的是太子的遗体 以及昏迷不醒的锦王 他们在查 到底是谁对太子和锦王下的杀手 我没管这些 每日御医尽出 我则将所有的事 搬到他房里做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要帮他将王府守好 家里不能乱 娘娘 汪公公低声道 将大人来了 我去见了父亲 他满脸焦急 但依旧沉着气息 摆着危言 在父亲身侧 穿着官服的宋元正定定地看着我 父亲问我 赵怀锦如何了 我如实回了 我今日来 是有事要你去办 父亲示意送元出去守着 我淡淡硬了 父亲开门见山地道 你可知道 太子一死 朝中的局势就翻天覆地了 我没说话 因为知道 他不需要我回答 如今许多人都在怀疑 锦王害了太子 父亲低声道 可这是不是锦王做的 我不解地看着父亲 问道 所以呢 现有一事让你去做 事成后 为父亲自送你去江南 你外祖家早就迁去了 你去那 有你外祖母和舅舅庇佑 一定比在京城的日子 过得更舒心 原来外祖家搬去了江南 这么多年 他都不肯透露半句 我还记得五六岁时 曾见过舅舅 他抱着我哭了许久 他临走前 偷偷给了我五百两银票 兵竹我缝在衣服里 那些钱 让我和奶娘 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没有饿死 如果这世上 还有谁让我牵挂 便只有外祖母和舅舅了 父亲让我做什么 我问他 这个给你 他必给我一封信 你去宫中交给圣上 就说是在王爷书房找到的 求圣上为王爷做主 这信 我不用拆开看 也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 大抵不过是 有人假冒宁王笔记 写信给赵怀锦 筹谋东烈时 谋害太子的事 总而言之 他让我用这封信 去指认宁王是凶手 原来父亲支持的是晋王 我顿了顿 您以前不是对太子 父亲打断我的话 太子已去 人总要变通 好一个变通 我考虑一下 明日给你答复 我低声道 父亲捧着脸 你舅舅消关二十年 如果你帮了晋王 他就能帮你舅舅官赴原职 可你要死脑筋 就没有任何人能帮你 父亲一副 语重心长的表情 父亲走了 宋元退后了几步 他叹了口气 低声道 与表妹 你听姑父的话 他不会害你的 去了江南 你还有我 我抬手打断他的话 宋客 他急着道 王爷生死 也就这几天的事了 你一定要未雨绸缪 早做打算 良秦择目而期 你是聪明人 你懂的 是啊 宋元知道 我一直都想去找舅舅 我摆了白手 示意他走 我知道我面临的是什么 如果赵怀锦熬不过去 太子的死 就会成为悬案 无论太子的势力怎么闹 没有明确的证据 圣上不会再舍得杀一个儿子 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晋王和宁王斗 宁王或许有能力 但他一定是斗不过晋王的 而我 却拒绝帮晋王 带赵怀锦去了 他势必会秋后算账 如果我乘上这封信 帮着晋王拉宁王下马 我就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了 我回到房里 赵怀锦依旧未醒 我又将校服翻出来 将上次没缝完的袖子 继续缝好 汪公公站在边上 时不时看我一眼 一夜无话 第二天圣上传我进宫 皇后受了很多 以不负往日的风采 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问道 有人说 你的手里有封信 仪式的人都看着我 圣上 皇后 晋王 宁王 以及好些我并不认识的外臣 我知道 只要我拿出这封信 宁王必死 至于赵怀锦 他反正要死了 是同谋共罪 还是无辜被牵连 对他没有影响 我看过这些神色各异的人们 冷声道 什么信 我没有信 说完这句话 我看到宁王的腿打了个转 差点跪倒在地 晋王瞪圆了眼睛 压抑着怒火 而圣上则是皱着眉 皇后的表情 则十分耐人寻味 深看了我一眼 回府后 汪公公迎的我 他满脸的笑压不住 娘娘回来了 饿不饿 冷不冷 不饿也不冷 你将府门关上 从现在开始 除了太医 任何人不许进来 我道 好 好 汪公公一叠声地硬着 我看着昏睡的赵怀锦 深叹了口气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竟不再期待守寡的生活了 便念十几年的梦想 触手可得时 我却并没有心动 夜里我靠在软踏上休息 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 我惊得睁开眼 就对上了赵怀锦 那双熟悉的眼睛 夫人 他掀开了被子一脚 拍了拍 我冷 一起睡 听到他的声音 我鼻尖发酸 忙起来将灯挑亮 也趁此拂开了心酸 王爷 不用传太医吗 我笑问他 他敏唇笑着 低声道 有夫人在 谁都不用 他是病人 他说了算 我只能进了他的被子里 他侧躺着看着我 眉眼里 晕着化不开的余月 王爷是在高兴 劫后余生 大难不死 我问他 不是 他柔声道 我高兴的是 醒来后 床头有灯 房里有你 我噎了一下 进来辛苦你了 他抬手 给我噎了噎被子 目光又落在 我做完后 叠好的校服上 不辛苦 没穿到这裙子 一切都值得 我想 这些裙子 真的可以染色了 毕竟赵怀锦福大命大 他只看着我 轻轻笑着 眸光柔的 如窗外的月色 我其实有很多问题 想问他 例如 狩猎那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天进宫 需要注意什么 但不知为何 我竟睡着了 或许是他的目光 太温柔 又或者是 被子里太暖和 睡吧 他轻拍着我 这是留在我耳边 最后的声音 我一夜无梦 睡得极沉 赵怀锦一早去了宫中 这次他没让我陪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但太子被害的事 成了无头的案子 更让我惊讶的是 皇后居然抱着赵怀锦哭了 要知道 在过去的二十年 皇后对赵怀锦 从未表露过关爱 午膳过后 赵怀锦坐着轿子回来了 还带回来很多赏赐 和名贵的药 关上门 我问他 皇后娘娘失了太子 是打算培养你了吗 如果真要谋敌 跟从皇后一脉 当然胜算更大 但将来却又后患无穷 最重要的 我认为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 应该让晋王和宁王 先奋出胜负 更何况 远在外地 可还有一个伺机而动的瑞王 赵怀锦放下茶钟 回头看着我 那是他的想法 和我无关 我身体不好 只想在家多陪陪夫人 他一脸真诚地道 我指了指上 无染了色的裙子 王爷喜欢这些颜色吗 我将所有的校服 染了各式各样的颜色 正晾在院子里 岔子烟红 生机勃勃 赵怀锦脸上的表情 渐渐错愕起来 继而大笑 好看 就是让夫人 白费了不少功夫 多谢王爷 赐了我这些好看的裙子 我捧着脸 忍着笑 赵怀锦笑得更欢畅 下午 父亲来找我 我没见 隔了一日 家中来信说 江夫人病了 让我回去 王爷也病着 我这离不开人 我拎了二金街上 买的桂花糕给管事 帮我向夫人问好 管事的脸色 顺时变了几个颜色 兴兴而去 赵怀锦牵了我的手 给我暖着 夫人为何不回去 不值得 我淡淡地道 赵怀锦一愣 在我耳边问我 这么说 我值得 我瞥了他一眼 不给我留子嗣 却又逐渐 对我热络体贴起来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 难道是真的身体不行 但留子嗣这个问题 我决定不再问第三遍 夫人想去江南吗 用晚膳的时候 赵怀锦忽然提出这个问题 我错愕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外祖家在那里 赵怀锦郑重地道 你若想去 我陪你去 我没问他 怎么知道 我想找舅舅这件事 只攥着筷子 很认真地问他 王爷不是玩笑 对夫人的事 我怎么会开玩笑 我敏纯 点了点头 想去 他揉了揉我的头 揉声道 好 那我们去江南 也叫我这丑媳妇 见一见娘嫁人 我白了他一眼 三月时 朝中宁王和晋王 斗得难分难舍 宁王又了皇后一脉的帮扶 几次江晋王推至绝境 就在他们水深火热的日子里 我和赵怀锦悠闲地去了江南 春天的江南太美了 船徐徐行在河面 两岸青草漆漆 绿荫如盖 和北面的春天截然不同 四月初 我见到了外祖母 也见到了舅舅 自是哭了一场 外祖母领着我去她的房里 将她给我准备的嫁妆给我 自你小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了 没想到你成亲那么急 东西都没来得急送 我看王爷带你极好 你好好和他一起 过你们自己的日子 不用惦念我们 我哽咽着英诗 舅舅和几位表哥 都敬重赵怀锦 我们游玩了很多地方 这是我这辈子 最为舒心快乐的几个月 十月时我们启程回京 回京的路上 我闲来无事 给赵怀锦裁衣服 休息会儿 我的衣服足够穿了 王爷大恩 我无以为报 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了 我手下不停 笑道 他叹了口气 竟然摆了纸燕 给我画像 夫人大恩 我也无以为报 便给夫人 做幅画像吧 但他画的 却是我们一起 游传的像 两人依偎着 看着风景 背影飘渺轻盈 爱意浅全 日子就在这样 安静闲暇中 慢慢溜过去 快到我措手不及 已入了东 外面开始飘雪 快要到京城时 我们得了消息 宁王受了重伤 生死不好说 汪公共到 外传是锐王 遣人下的手 我兴致盎然地 趴在窗口 看雪落在水面上的过程 闻言顿了顿 将窗边一块鹅卵石 丢进水里 平静的水面 起了丝丝涟漪 晋王一家独大的局面 正式开启 宋元和二妹成了亲 没有外放江南 而是留作了四品金官 以他的年纪和资历 这无论如何 都算得上仕途得意了 父亲升任首府 令太子太保贤 不知何时 外面传言赵怀锦不能人事 就是因为如此 他成亲一年半 没有子嗣 传言愈演愈烈 但锦王府却一派平静 二妹听闻我回来了 亲自过府来看我 提了二斤桂花糕 在府中参观着 笑容浅浅地挂在嘴角 原来王府也这么破旧啊 二妹探头看了一眼内饰 惊讶到 这梳妆台都破损了 你怎地还用 我捧着脸 用习惯了 你要送我新的 二妹脸色一僵 喝了口茶换了话题 你这布料也是去年的 你不是去江南了吗 怎么不买上一船运回来 只顾着和王爷浓情蜜意了 没想到这些身外物 我端茶送客 不再看他 二妹咯咯笑了起来 抚着自己小腹 啊 忘记告诉姐姐了 我有三个月身孕了 姐姐你也要努力哦 二妹说着 得意洋洋地 由丫鬟婆子簇拥着走了 转眼新年临近 赵怀锦忽然忙了起来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我没问他忙什么 因为我也很忙 年三十 宫中办了团圆饭 在饭桌上 晋王意气风发 但圣上却苍老了不少 双眸无神透着病态 听说圣上这一年 修仙修道极为用心 日夜沉迷丹药 饭后 我和赵怀锦散步回府 刚到府中 忽然身后来了一群禁军 推丧着喊道 圣上有命 锦王府暂由禁军管制 没有宫中守遇 任何人不得出入 我看向赵怀锦 明明刚才吃饭的时候 还副辞自孝 怎么转眼就要软禁我们 王爷 是不是圣上出事了 我觉得圣上没理由这么做 能这么做的人 只有晋王 所以 在我们出宫后 圣上肯定出事了 没事 别怕 赵怀锦牵着我的手 笑着道 不管是谁 我们听话就行了 我皱了皱眉 没说话 这一夜 注定兴风血雨 我睡不着 但赵怀锦睡得极好 天不亮 我找来人问 昨晚圣上晕倒了 只有皇后和晋王在 汪公公低声道 现在圣上的生死还不知道 天亮了 估计快了 天上开始飘雪 大年初一 本来是万家团圆喜乐的日子 但今年却处处聋着死寂 听 我指着半空 站起来 桑中 圣上驾崩了 我更关心的是 谁赢了 我去看看 赵怀锦交代我 你就待在府中 不管谁来 你都别见 你也别出去 我心漏跳了一下 郑重应了他 我在府中等了一天一夜 夜里 皇宫起了火 火光冲天 我喊来汪公公 王爷一个人在宫里 可有人护着 汪公公摇了摇头 你戴上家钉 我们进宫 我从抽屉里 拿出一把匕首 塞在衣袖里 汪公公眼睛赤亮 跟在我后面转 娘娘真要进宫去 里面很危险的 不过一死 怕就不做人了 我抬脚往外 其实我是怕的 李治告诉我 我去了没用 可我还是出门了 我要亲自去看看 就算死 彼此也要见上最后一面 娘娘 娘娘啊 汪公公脚步很轻快 您真的要去 那奴婢陪您一起啊 我停下来看着她 疑惑她的雀跃 汪公公一顿 尴尬地收敛了面上的笑 慢慢地绷住了脸 沉声道 宫中危险 奴婢陪着您一起 出了王府 比我想得要顺利 从街上往皇宫看 冲天的火光浓烟翻滚 喊沙声四起 我的心提了起来 在宫门外 我碰见了父亲 还有宋元 父亲冷冷瞥了我一眼 宋元拦着我 你别进去 里面危险 更何况 你和晋王有局语 他很可能趁乱杀了你 这是我的事 不劳你关心 我推开宋元 父亲在身后 看似呵斥宋元 但其实是说给我听的 不要和蠢人多说 让他去送死 脑子不清不楚 宋元追上来 低声道 锦王都不知生死 你别去 我没看他 跟着汪公共进了皇宫 那宫里 人来人往跑动喊杀 但看不到赵怀锦 直到拐了一个弯 我忽然看到 暗影处立这个人 他提着剑背对着火光 虽看不到他的脸 但他剑身滴着的血 却看得极其清楚 那血滴落在地上 顺着地面裂纹 蜿蜒流淌 像是无数条细流 我愣在原地 那人转过头来 也看到了我 面上肃杀的表情 眼底的冷狠来不及收 与我打了个照面 他也是一正 但下一刻 他哐当丢了手里的剑 喊道 夫人 你怎么来了 那声音还是温润尔雅 走过来的步伐 依旧从容沉稳 这是赵怀锦 我从未见过的赵怀锦 惊讶吗 既惊讶又不惊讶 赵怀锦三两步走过来 紧张地打量我 路上可顺利 我看着他血迹斑斑的浅色长袍 看着他走过来 落在石板上湿漉漉的血脚印 点了点头 王爷呢 一切可顺利 顺利是顺利 他将握着剑的手伸过来给我 就是胳膊有些酸 我掐了他的胳膊 冷笑道 我也酸 我心里酸 夫人 他拉住我的手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生气了 我没生气 毕竟我从很早以前就大概猜到了 一个孤身在内宫长大的皇子 怎么会真的柔弱无助 太子 是你杀的 我低声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本不想这么快 但他说你蠢顿 我便不高兴 赵怀锦摇了摇我的手 不是有意瞒你 只是怕我健康起来 夫人便就真的对我不闻不问了 我哭笑不得 我何时对你不闻不问 夫人不走心 只当我是东家 你是掌柜罢了 他低声咕弄了一句 颇有些任性的意思 我要的是你的真心 所以去年我和奶娘的聊天 他听到了 还记在心里 我是当他是东家 婚姻嘛 本就是如此 他是王爷 我是王妃 他掌握着我的一切 我能左右的 就是自己的心态 摆正了自己 才能过得舒心 但人心总会变的 我也会 婉蝎说 你快去忙你的大事 他弯腰抱着我 在我耳边蹭了蹭 我的大事 其实是你 是 我想做皇后 你快去为我铺路开道 他定定地看着我 又抱我在怀中 柔声道 谢谢 赵怀锦将布局七年的网 收了 我惊叹之余 不得不佩服他 运筹帷幄的能力 翻看古书 没有一任帝王 既杀了哥哥谋敌 还被文武百官 真心称颂 跪求他接过喜印 继承大统 就算是先太子余脉 也还在拼命绞杀晋王 残余势力 没有发现 这一切是赵怀锦的布局 他要这个皇位 从很早以前 就目标坚定 步步为营 正月十六 赵怀锦继承大统 定年号顺康 正月十八峰 我为皇后 朝臣参拜时 我立在高高的台阶之下 俯瞰群臣百官 附近一头白发苟着腰背 跪得战战兢兢 宋元抬头看了我一眼 面露惶恐 慌乱地垂着头 赵怀锦很忙 我也不轻松 江府递了七八封折子 想要进宫觐见 这天我终于清闲了一些 见了他们 江夫人领着几位妹妹 又哭又笑地恭喜我 娘娘就是皇后命 自小算命先生就说过 贵不可当 江夫人笑着 不管她是真心还是假意 但此刻的贵 是真真实实的 可惜 我还没子嗣 我笑了笑 看着二妹还没显怀的肚子 宋妇人胎相可吻 二妹惊恐地看着我 扑通跪下来 回到 托皇后娘娘的福 胎相上吻 我很高兴 过去十几年 我卑躬屈膝地和他们讨生活 往后一生 他们得战战兢兢了 皇后娘娘是有福之人 定当子嗣繁茂 福气绵长 我想到赵怀锦的身体 还真不好说 成亲一年又半载 我们还没远房 夜夜寒冷拥着我 但这是她一个字不提 不过 如今就算她真的身体有样 我也无所谓 人生已倡议 哪能事事求全 事事如意 晚上汪公公请我去林渊阁 一路上我问她何事 汪公公又很雀跃 圣上说 有事找您商议 我去了 赵怀锦不在 房间里一对龙凤喜烛 火光浮动 满是阴晕着奇怪的氛围 王爷 我喊了一声 听到后世有水声 便绕过了屏风 赵怀锦正沐浴出来 披着一件衣裳 头发湿漉漉地垂着 她回头看我 面颊薄红春色撩人 我一正 挑了挑眉 怎么没人伺候 我问她 不想见旁人 她走过来 将头搁在我肩头 低声呢喃着 每日见太多人 晚上就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轻咳了一声 那我给你擦头发 早些歇着 她轻恩一声 由着我给她擦头发 我问她冷不冷 她仰头看着我 点了点头 冷 夫人抱抱 说着她缓着我的腰 将我抱坐在她的腿上 圈着我 嗯 果然暖和多了 我哭笑不得 推了推她 旁人娶妻 是为了这样那样 到你这里 娶我就是为了娶暖 她抬头看着我笑了起来 烛光浮动的光影中 她眸光轻柔笑容以你 夫人启示暖我的身子 她抓着我的手 放在她的心口 还有这里 因为你 也暖洋洋的 我低头看她 她也看着我 不过 旁人娶妻都为哪样 她笑问我 不好说 带我问问旁人去 我道 她忽然挑了我的下颌 腹唇 而上轻轻啄着 可有这样的事 我笑了起来 她又加深了这个吻 待我回身时 我们已经躺下 她问我 夫人 明年我想要孩子 为何是明年 我怕有了孩子 夫人更不会看我了 我轻笑 掐了她一下 我有话问你 那日 宋潇潇说 在法华寺 看到我砸 长明灯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怀锦 先是遮遮掩掩 但情到浓时 她不得不招了 原来 她见过我两回 记忆深刻的就是 我为了母亲的长明灯 骂方丈那次 她当时觉得 如果她死了 也想要有人 给她点一盏灯 后来 她查了我的身份 知道了我的处境 就没有提亲 而是办了那一桩 似婚冲喜的事 她算准了 我会因为 想离开那个家 而主动要求 嫁给她 也算准了 只有这样 我才能以婚事为由 和我父亲谈条件 果然 一切都在她算计之内 至于不远房 是她觉得 我心里没她 情意不到 会委屈我 王爷思虑的珍舟道 我指着丈子 那上面的眼 都比不过你一身的心眼 赵怀锦吻着我 轻笑道 随你怎么说 有你在 旁的我都不在乎 我轻笑 看向远处的竹影 真庆幸 那天我站出来 对父亲说我来嫁 赵怀锦翻外 我是赵怀锦 自我有记忆开始 我便是孤身一人 别的兄弟都有母妃 外家 唯独我没有 那日 我被石地推向荷花池 三九寒天水冰冷刺骨 我因此病了很久 自此以后 我变得体弱多病 但我却又因此得福 我不受宠 又身体孱弱 哥哥们除了不亲待我以外 再没有谁要置我于死地了 随着我渐渐长大 我懂得事情也多了起来 我拜了师父学武艺 骑舍 我明白生在皇家 想要真正有尊严地活下去 只有坐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十几岁时 我便开始布局 我并不着急 父皇年轻兄弟们都还活着 我若动手 势必成为众矢之地 时间很多 闲来无事我也常会赴宴 那日我们去江府 在后院中众人闲聊 我看到一位女子和宋元 站在树下说话 明明她笑得很亲密 他们明明应该有情 可我又从那女子的笑容和眉眼里 看到的都是冷静 像是从高处俯视自己 所有举动和微笑 都是应该做的 疏离却得体 我觉得有意思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但过了不久 我再一次见到了她 那天她正在骂方丈 红着眼眶毫无顾忌 她生气了 我好奇到底是谁 会让这样的人失了方寸 乱了情绪 后来我知道 她是为她的母亲 我想 这样的女子 适合做我的王妃 既能冷静地相敬如宾 又有原则气性 查过她的身世后 我并没有直接求亲 她在江府忍辱十七年 她可能在等什么 所以我要给她去和家人 谈条件的筹码 于是我告诉父皇 江府是有福之家 可否将江家的小姐 赐婚给我为妻 也让我沾些福气 口欲下了后 江家顿时乱了 事情朝着我想的方向发展 她以赐婚为条件 拿到了她母亲所有的嫁妆 成亲那日 我多想去迎亲啊 可惜我不能 她进来时 看我的眼神 看似温顺乖巧 可我知道 她很冷静 甚至冷静地问我 能为我做什么 可想留下子嗣 听着她的话 我的心不可抑制地柔软起来 十七岁的女孩子 到底经历过多少的冷漠和苦难 才能在新婚之夜 说出这样冷静的话 我想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 她想要的温暖平静的生活 她比我想的还要更聪明 终愧 数物人情往来 事事周全 甚至和人吵架时 也伶牙俐齿 她比我想的要更好 更好 我知道我的心 也知道她的心 她不喜欢我 至少现在是无情的 正如她自己所言 她是受雇于我的掌柜 她所做的 都是她身为妻子 应该做的 我要的显然不是这些 我开始贪心的 想要她的心 那颗 可以为了我不顾生死 为了我乱了方寸的心 那夜在宫中 我提着剑回头看她时 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 看到了我想要的 她的心 她说她是高价 因为这段婚姻 而让她走出困局 可她不知道 我也是因为她而走出了困局 得到了我完满的人生 不是因为皇位 更不是子嗣 仅仅是她 姜鱼 她的心